在聖經中提到一個祭司 他的身上穿著大祭司袍 祭司袍的最外面有一個胸牌 胸牌上有12粒寶石 大家看到在以色列出產的12粒寶石 或者是12種類的寶石 包括有鑽石、紅寶石、紫瑪露等等 這些就是指到一些很珍貴的寶石 但每一個寶石上寫上一個支牌的名稱 所以12粒寶石上寫了12個支牌的名稱 它就是在大祭司的空前 這亦指到作為一個大祭司 經常心裏會想念去愛護這12支牌 但除了這12粒寶石之外 在大祭司的以忽德上 在兩邊的肩膀也有兩粒紅馬路 這兩粒紅馬路上寫了有12支牌的名稱 所以除了要心裏時時要愛護關懷12支牌 在她的肩膀上也代表要常經憂患 背負以色列人的需要 若果 vault 這裡